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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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了 為何要講《若望保禄而世》 選擇了聖若望保禄而世教宗 因為今年慈悲年 第一部份可能會比較悶 不過也不要緊 因為在《方濟國教宗慈悲面容詔書》 第十一段 十一段特別提到《教宗若望保禄而世》 不如我們一起讀好嗎 如果有書可以拿著書讀 沒有書的字都很大 可以大家讀 一二三 我們不要忘記教宗 聖若望保禄而世 在他第二份通語 父於仁慈的天主的偉大教訓 這通語的問世 謝大家意想不到的 其主題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我請大家留意其中兩段 首先 聖若望保禄而世提出 在今天的文化環境中 我們已忘記了 我們已忘記了慈悲者主題 現代人的心態 似乎靠過去人的心態 更加與尋遲的天主相對立 事實上 事實上 現代人傾向從生活和人心中 不清除仁慈的愛念 這是十一段的第一部分 我們都可以看到 教宗方濟國 大家都覺得 他是一個很慈悲的教宗 但他一說 我們都不要忘記 教宗聖若望保禄而世 聖若望保禄而世 聖若望保禄而世 很出奇 在他做了教宗之後 他出了第一個通語 沒多久 人們都不會想到 他會出了 《負於仁慈的慈悲》 如果說慈悲的教宗 寫關於慈悲的通語 聖若望保禄而世 可以說我是第一個 當然聖若望保禄而世 是很有名的 還有他的身體神學 慢慢在逢星期三 接見大家 公眾的接見裏 他亦發展了他的身體神學 但在他做了教宗 沒多久 他已經提出 要《負於仁慈的天主》的通語 教宗日望保禄而世 特別提到 現代人的心態 大家不要只聽講俗 大家都可以反省一下 在我們自己 我們感不感覺到 教宗已經在1970多 78、79、80年的時候 已經提到 現在人的心態 三十多年前 他都說 我們很容易將仁慈的概念 提出了我們 下主教在這本書中 《慈悲欺憐》的時候 我們讀書 他都很好 他提到 《慈悲》 今年大家都說 《慈悲》的《刑哀經》 《神哀經》 《慈悲》的行動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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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主父的屬性 我們要如同天父的慈悲 它是講我們的屬性 我們是要慈悲的 天主做我們 我們要似天父 即是我們是慈悲 當然我們是慈悲 我們都會做一些行動 我們都會說 我們是機者 我們自知 學者 我們忍之 那些是慈悲的行動 那些是外在的行動 反應我們有慈悲的心 如果我們沒有慈悲的心 我們要如同天父 天父本身的屬性就是慈悲 不是我們做很多事情 當然你有慈悲的心 你自然有之內 你凝於外 你可能會做很多慈悲的行動 但並不是你做了很多慈悲的行動 你這個人就會慈悲 所以我們都是要祈求慈悲 所以教宗聖約望寶祿二世 都特別提到 這是我們的屬性 如果我們沒有慈悲 我們就不像我們的天父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可以看出來的 我們一起讀 人慈悲似乎在人心中引起不安 因為由於科技的龐大發展 人以史無前例地變成大地的主人 征服了大地 支配了大地 這種對大地的統語 有時被片面的膚淺解釋 至始似乎沒有給慈悲 留有餘地 因此 在當前教會和世界的情況 受到活潑的信仰意識所引導 許多個人及團體 可以說 政治延轉向天著的前置 大家都可能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現在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又有WhatsApp 又有很多先進的系統 也有很多人的經驗 科技可能將我們人好事帶到很近 但實際人與人的關係和距離越來越遠 我們甚至沒有讓任詞留有餘地 我們繼續讀下去 再者 聖日望保禄而誓 大力推動 今日需要更迫切的宣揚和見證慈悲 慈悲是有愛他人的一項要求 為造就合乎人性的一切 面一切正如許多當代人憑直覺所見 正面能威嚴危機重重 基督的奧積 迫使我去宣廣慈悲 正如基督奧積所啟示的天主人物之愛 基督的奧積 也迫使我奔向這仁慈 並其求仁慈 尤其是在這教會和世界歷史所面臨的艱難和關鍵時刻 正如正如提到 慈悲是我們的屬性 我們應該因為罪惡 因為很多我們的自我中心 因為很多其他原因 使得我們的模樣 被很多東西包住了 我們看不到我們本身有這個屬性 現代科技 也有馬尼拉的主教 在聖體大會也提到 我們現在甚至拍照都有selfie 你自己拿著東西 即是不求仁 我們現在很多東西都不求仁 於是我們人與人的關係 天主上個禮拜經過聖三的主日 天父是一個完美的愛師儒 亦有一個完美的愛接受 所以有聖子 聖父聖子中間 他們的愛就是聖神 愛是一個相互的關係 要說到有愛 愛不可能沒有一個object 即是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人的愛 有一個主也有一個客 主客的關係 這令我們更體驗到 我們需要其他人 但現代的社會 真的很容易將人愛 將這個慈悲 在我們的生活中剔除 因為我們實在有很多個人主義 物質或科技的需要 第三一段 最後一段就是這個 者教道史無前例地近應的慈 值得在者聖年再度提出 當教會宣應和宣講慈悲 並把人帶到救主的慈悲之緣 教會再出他真實無藝的生活 作為救主慈悲之緣的信託者或分屍者 者慈悲是造物主或救世主的罪經人屬性 在《慈悲照書》 講關於聖若望保禄而世 主要是第十一段 裏面也有一些小的 Food notes 參考 參考也是 翻證馬講的通譽 富於仁慈的天主的通譽 我特別強調了 原來慈悲是我們創造者 是我們的救贖者的一個屬性 所以邀請大家可以多去默想一下 究竟慈悲為我來說 我們同不同意 沒有了慈悲 其實我們都是不像人 就是這樣說笑 下主教也是這樣說 慈悲是我們的屬性 不只是一些外在的東西 當然我們聖年會很強調 我們要過聖門 我們要做刑哀經 要做神哀經 但重新在《慈悲照書》 當方濟國教宗提到聖若望保禄而世 這個教宗 他說這個慈悲 是我們 我們要如同天父的慈悲 是我們的屬性 所以我們真的要多些 學聖若望保禄而世 祈求我們有這個慈悲 可以說是一個恩寵 我們每一個人的一個恩典 不單止要做 當然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屬性 我們很自然就流露 我們跟著有些慈悲的行動 我們就不會做作 我們真的將我們的內心發展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經人的屬性 所以兩個教宗都提到 慈悲可能是一個奧績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天主這麼不離不棄 這樣來愛我們 然後我會介紹聖若望保禄而世的一些生平 大家可以看他的生平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看完他這些 大家會覺得聖若望保禄而世的慈悲 他流露他的慈悲 在什麼方面 我們會看到 這個也是一個慈悲的教宗 原名是卡羅爾約疾夫 玉蒂拉這些法譯名 非常難 教會我們是264任的教宗 1978年10月16日選為教宗 很奇怪 當時也很奇怪 大家都是生於波蘭 第一個是斯拉夫裔或民族 自1522年 有成400多年 500年 非意大利裔的教宗 當然他之後 教宗方濟郭 方濟郭也可能叫做意大利裔 雖然他是阿根廷人 他亦有很多出外的訪問 有102次 因為他在歷史上是一個很長的教宗 可以說是當時是出遊最多的教宗 我們一直通過他的生平 我們會看看 為何我們叫他做一個慈悲的教宗 他在1920年5月18日 在波蘭懷到懷屍出生 年輕時是運動家 演員 劇作家 他寫了很多話劇 然後有語言學家 有11種語言 當時在共產國家之下 他也是一個秘密地入了修院 1946年11月進度 進度後 他在大學也教了一輪的倫理學 然後1958年任命他做副理主教 1964年 教宗保禄六世 任命他做克拉科夫總主教 我們去年也去過朝聖之旅 在克拉科夫 他亦參加過第二次大公會議 為文件做了很多貢獻 1967年 現在是增幅 教宗保禄六世 拆封做書基 這裡大家都看到 教宗的爸爸是軍人 他九歲 母親去世 所以他一直有父親撫養他 到二十歲的時候 他哥哥都去世 剩下他自己和他父親 二十六歲 即是鄭馬提到 他被祝聖做神父 三十八歲 祝聖為父理主教 看到他年輕的時候 都和很多青年人去交遊 或者很多他的活動 接著是珍福保禄六世 提升他為總主教 在克拉科夫 他升了做書基主教之後 亦很多和知識分子往來 不單止在天主教 他和其他宗教 都有很多的 很開放 很多的溝通 他和共產的國家 和共產的無神論思想 對話也很多 他這些紀錄的圖片 探望當時的教宗 增幅亦亡保禄六世 甚至幫亦亡保禄六世 當時在位三十多天 因心臟病去世 當選教宗的經歷 在1978年8月 保禄六世 逝世後 他去做教宗選舉 當時選了微小教宗 老西安尼 若望保禄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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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任三十多天 逝世 在1978年10月 他再去到梵蒂岡 參加第二次教宗選舉會議 在10月16日 他58歲時 選為教宗 他取名若望保禄二世 第一次有波蘭籍的教宗當選 那天的下午 整個世界都很震驚 所以木暉 用M字代表聖母馬利亞 天主之母 用孝愛的心情 他的格言 Dortus Tuus 即是 全屬於你 他遇到甚麼困難 甚至在他的祈禱中 他相信校外聖母 是更加令到我們基督徒可以合一 雖然我們很多時 為新教的兄弟姊妹 都是對聖母的道理很有保留 但是他說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怕 我們要依靠聖母 傳屬於聖母 所以他用了他的木徽 1979年當選教宗之後 1978年當選教宗 他第一次回到波蘭 他的故鄉 雖然當時無神論的共產黨 有很多阻撓 但仍然有很多波蘭人 歡迎他回去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生平 有很多外訪 1979年他訪問土耳其 不過當時回教的國家 對於教宗 都有一個很冷淡的接待 甚至不讓群眾去見他 可以看到他的生平 大家可以想想 與教宗的慈悲 有甚麼關係 1979年也開始拜訪東正教的大主教 由他開始與東方的教會 有交流和溝通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三百多年 我們在三百多年 東西方教會 尤其是因為聖神的道理 開始有不同的看法 到了1054年 東西方的教會 甚至正式脫裂了出來 他很早可以與東方的教會 有交流和溝通 1979年他也訪問美國 當時被視為超級和平使者 1980年他除了親善訪問外 他也去到巴西的貧民區 呼籲巴西的政府 應該公義處理貧富的問題 要消除貧富的差距 去到巴西 也見到Camara的主教 其中一個主教 因為這個主教在中間的位置 因為這個主教一直和貧民在一起 很努力地消滅南美洲的貧窮問題 1980年他在巴黎勉勵年輕人 愛就是奉獻就是付出 他亦在巴黎聯合國的兒童基金會發言 亦不僅在南美洲 亦去外訪到非洲 關心當時非洲貧富的差距 他又再一次關心 亦去到非洲的光果去拜訪他們 對於無論南美非洲的貧窮問題 比較突出的地方 我們應該會有時間 我們會做一個默想 關於聖若望寶禄二世最出名的時跡 他做了教宗 七八年做了教宗 三年左右 有很多傳聞 可能是因為他和共產黨的角力 蘇聯派刺客去謀殺他 為了保持華沙公約的國家 特別是波蘭的穩定 在1981年5月13日 很準確 5時19分 若望寶禄二世進入聖百多禄的廣場 公開接見 當時有一個槍手 相傳說是一個回教狂熱的分子 阿賈開槍 子彈差了少許分號 沒有擊中他的要害 經過六小時的手術後 他便脫離危險 最近大家都有很多傳聞 因為教宗本督十六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去澄清 這是他們說 花地馬的第三個秘密 大家知道嗎 明年我們慶祝一百周年 Simon組織 1917年花地馬顯然 2017年是一百周年 非常滿人 大家要報名 不要想著明年要遲些報 遲些報沒有位 慶祝一百周年 又是將神父帶隊 花地馬的三個秘密 就是一般的理解 第一個秘密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所以我們要傳屬於聖母 靠聖母的轉球 第二個說到1917年 當時蘇聯都未變共產的國家 他已經預言到蘇聯會興起 甚至他預言到蘇聯會 共產政權會瓦解 如果我們依靠聖母的祈禱 結果在《約望保禄》二世的時候 華沙公約蘇聯的六四 我們最近有說 一個個個慢慢的解體 第三個一路都沒有公佈 第三個一路都沒有公佈 很多人都猜到其他人 想著第一個都這麼厲害 第二個又很厲害 第三個 原來魯濟亞的神使 看到一個著白袍的主教中槍 很多人都不相信 不知道是否第三個 可能說出來是騙人 因為人們都想著是很大件事 其實我們教友都知道 如果很大件事 如果真的不是欠了那少許分號 現在有很多傳聞 教會會否在聖神領導 二千年會福望 我們教會有二千年 真是一個聖神的帶領 我們經過很多喜、很多跌 亦經過腐敗的時間 但是我們教會很好 聖神經常都是 何時教會有困難的時候 便興起聖人、聖師 如十一世紀 教會越來越有錢 興起聖方濟 令我們更加可以走回去 教會原本的面貌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教宗本督十六世 最近澄清 在二千年五月 他說所有關於 花地馬的三個神使 都已經公佈了 我們遲些都有張幻燈片 如果去花地馬朝聖 希望你們看到 雅架射中 教宗的那顆子彈 現在傷了 在花地馬聖母的後棺上 接合的位置 剛剛有個位置 剛剛有那顆子彈 正式彈了 正式彈進去 我們都是看圖片 聽這些資料 如果你們跟去朝聖 戴一個zoom鏡 看一看清楚 拍張漂亮的照片給我們看 這就是花地馬聖母 這是很出奇的 他租暗薩 這裡也有了 拍不完那個觀 再高一點那個位置 待會還有一張 我們可以做陌生 八一年遭暗薩 可以這樣說 他遇刺之後 聖陽望保露二世 前往葡萄牙 花地馬朝聖 感謝聖母 當時非常近距離 圓圈的就是阿賈 教宗在上面 他走去監獄裡探望阿賈 說我可以寬恕他 稍後我們可以做陌生 如果我們自己遇到 有這樣的人 有人要暗薩你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器量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這個寬恕 他在位期間 他出訪的地方 比任何教宗 加起來更多 他成為第一個訪問英國的教宗 在那裏和聖公會最高的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會面 亦是第一個訪問波多黎國 1984年 亦是1993年 在美國丹佛市 1999年 亦是訪問羅馬尼亞 剛才都提到 1054年 我們東西方教會分裂之後 他是第一個 拜訪東正國家的教宗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好像是由聖邀岸布魯二世 將聖安德納的圍骨 還給東方教會 大家不知道 因為我們 百多禄在羅馬 我們稱為第一任教宗 他的哥哥 大家看聖經也知道 就是安德納 安德納去了 君子坦丁 就是拜尖庭的地方傳教 所以東方教會 你可以說 像多默 多默去了印度傳教 雅各伯 可能去了西班牙 所以他在東方教會 是很珍貴的 聖安德納的圍骨 一直都是我們在西方教會 收藏了 好像都是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 將聖毒 給回東方教會 2001年若望保禄二世 從聖保禄當年去過的地方 在地中海朝聖 他亦從希臘去到敘利亞 去到馬爾他 可以說超過一千年 由1054年 第一位教宗到訪希臘 甚至他在敘利亞大馬時隔 探訪相傳是 使者若行所埋葬的清真寺 亦是我們第一位教宗 可以出訪清真寺 這些都不容易 剛才提到他回教的國家 亦有很多閉門羹 在宗教大家的和好或交談上 他亦做了很多開芳 起碼踏出第一步 一個友誼之手 大家可以看到 1982年去到南美 Romeno 即薩爾雅多 總主教的墳墓前祈禱 1983年去到尼加拉瓜 就是說暴力 就是不應該用暴力 1984年他在韓國做感恩制 1985年他真的很大膽 又去到另一個回教國家 摩洛哥 當時與摩洛哥的國王面談 1986年他去到拜訪德蘭修女 現在增幅德蘭修女 今年9月4日宣勝 德蘭修女 9月11日在香港 都會特別為德蘭修女 他與窮人在一起 他教宗特別有一個小時 專心為窮人 他跟德蘭修女 為窮人服務 那個時候他不准媒體拍照 而當時75歲的德蘭修女 很開心地說 那天是他生命中最美的一些 約翁寶路二世和德蘭修女 差不多可以說 德蘭修女是約翁寶路二世的密事 我們都看過一些書 說德蘭修女 約翁寶路二世 經常都告訴德蘭修女 我做教宗 有些地方我不方便去 我去不到的地方 就你去 所以你看到現在 德蘭修女 他甚至可能在國內 他的修會 可以在國內做一些職務 即使在中國國內都不容易 因為國內共產的國家 經常都說 我們很完美 我們不需要有社會福利 因為我們國家 所有窮人我們都照顧到 我們國家的福利是最完美的 我們不需要社會工作者 所以很多共產國家 包括當時的波蘭 蘇聯的國家 很多時候都不太歡迎 教會 尤其是教宗的身份去到 所以教宗經常都跟德蘭修女說 我去不到的地方 就去找德蘭修女 這個小巨人去代表他 所以可以看到 八六年的時候 他在印度 跟德蘭修女 和窮人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 在八三年 他跟達賴喇嘛 的會面 八六年 他跟泰澤的創辦人 都是我們合一的象徵 八九年接見蘇烏總理 戈爾巴喬夫 見面 大家互相送贈他們的紀念品 然後 這是一九八九年 他在丹佛市的世青 大家互相記錯 七八年 一做了教宗 沒多久 他已經說 青年是世界的未來 是教會的希望 他明白到青年人 對教會的重要性 引發他 普世世青 所以 1986年 開始有第一屆的世青 然後 除了世青之外 亦有 亞青 即地區性的青年活動 香港很多兄弟姊妹 去了菲律賓 亞青 所以 其中一個 有一年的世青活動 一直到現在 明年 不是明年 今年 下兩個月 世青在波蘭 又會有 教宗方濟國 在世青活動 1991年 以前 他去到非洲的一個島 這個島 有很大的特別 因為 以前很多 天主教的歐洲人 移民到那邊 或在那邊的定居 都從事 將非洲人買賣做奴隸 教宗代表教會 向天主和非洲人求歡恕 當時教宗 甚至在其中一個 囚禁奴隸的房間裏面 做一個深度的祈禱 1995年 東正教的領袖 也回訪教宗 1997年 在黎巴蘭的回教徒領袖會面 也有參與 1997年 教宗在羅馬為基督徒合一的祈禱 在其中一些上網找的圖片 一邊是一個東正教的主教 另一邊是一個英國國教的主教 1997年 他亦與阿爾巴利亞東正教 你可以看到 東方的教會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分支 有希臘的政教 有俄羅斯的政教 都有少許區別 但你們看到的教宗 都可以在很多不同交流裡 都與他們伸出友誼之手 1998年 在馬丁奴德的故鄉 簽著《恩信誠義》 《恩信誠義》 的大家 雖然到現在 都未完全有一個合一 但都已經比以前 誇進了很多 因為當時在十五十六世紀 馬丁奴德離開天主教 在《恩信誠義》 或《恩信誠義》的道理上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1998年 教宗甚至到了共產國家 與古巴的領導人卡士特羅見面 提到他的慈悲 所以我相信 正說大家看大家的生平 都可以有這樣的感覺 去到二千年 千禧年 當時我們現在說 慈悲禧年 我們過聖門 過聖門 都象徵我們進入天主的懷抱 我們離開我們的罪惡 離開我們的不自由 通過聖門 接受天主父的寬恕 他不僅僅 他不僅僅說寬恕 所以我們也提醒大家 我們也會有 Simon 搞過聖門 我們又不要共公你 我想全大社 真是的 這是我們的屬性 我們真的要生活 要生活這個慈悲 當我們沒有慈悲 我們就不像人性最光輝的一面 所以教宗很震撼全世界 不是他犯的罪 你可以說 他代表了全個普世教會 我不知道當時他提出來 他出來說 我代表教會出來公開道歉 你想想 會不會梵蒂岡也有很多阻力 我們自己有時做錯少少事 衰衰的應句衰 有時執事都是 今天講流了 今天是慈悲欺憐的執事人 這兩三天 我們都有執事的代表 去教宗、去諾馬 我們在慈悲欺憐有不同的人 教宗防製國會接見執事 遲些會有一個私讀人 所以這幾天 如果大家有時想面書都看一下 我們都嘗試做一些行動 一些慈悲的行動 說回執事本身的職務 是要服務的 但我們有時都開玩笑 好像今天早上的福音 猶太人問耶穌 你有甚麼權並行其職 我們真的很喜歡權並 很喜歡有權 人們說你做執事很有權 但基督的王權 是一個服務的 所以教宗都背著執事帶 在監獄裏幫人洗腳 要記住 教宗是一個身份 跟我們一樣 他都是教友 他領了執事職 他領了施度職 他領了主教 他做普世教會的教宗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們叫終身執事 其實有別於過度性的執事 其實神父都是終身執事 神父第一個職務 第一個職務是我們 大家一樣都是教友 我們的召叫都是做教友 我們都要如同天父 沒有這麼慈悲 然後他領這個執事職 他不是說領了神父職 沒有了執事職 他也是當然 在執事服務的職務上 他還可以服務這個制台 可以促聖這個聖體 所以教宗 現在方濟國真的很謙卑 他攬著執事帶 去幫那些囚友洗腳 所以不是我們犯的罪 我們經常以為我有權 那些人說 執事職 聖堂很有權 但天主的權柄 是要讓我們服務真理 和服務其他人 所以聖約王保祿二世 他是史無前例地 祈求 不只是求人約歡恕 祈求上主 當然祈求其他人 寬免我們教會所犯下的罪行 你想想我們真的 自己做錯事 例如自己對自己的子女 有甚麼做得不好 有時我們都開玩笑 兒子做得不對 他包括我們歧視猶太人 我們教會都有對猶太人的迫害 十字軍東征 宗教裁判所 他對第三世界傳教的時候 對原住民的迫害 因為在十五、六世紀發言新大陸的時候 當時傳教的模式和現在有些不同 因為教會經過這樣的傳教模式很成功 我們都不需要 我們之後的檢討 是我們的反省 譬如天主教 我們教會最早在羅馬的時代 我們都是受迫害的 到君士坦丁帝或他媽媽 姓Helena 他一接受了信仰 皇帝一接受了信仰 皇帝一接受了信仰 整個部族都接受了信仰 所以曾幾何時 傳教的模式都會是 他們是向一些當權的人士 譬如法國 傳教去到法國 就向恩平傳教 恩平接受了整個部族 那個部族的 譬如油長或部族的領袖 他一接受了信仰 整個部族都接受信仰 所以很多時候教會初期都是 去到南美很多地方 向上層傳教 下面那些不接受信仰的 可能有些很血腥的 將別人的文化轉移 因為在當年代 同意我們所講的本地化 宗教交流交談 在很多傳教的神學反思都不同 所以當時亦向第三世界傳教 差不多很侵害當地的原居民 原住的文化 教會亦可能在貶抑 在貶抑女性的地位和尊嚴 所以教宗 聖良蒙普魯一世 他代表教會 最大的一個走出來 我們低低地逛一鋪 教會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這真是我們說不容易 這個我們都可以去默想一下 因為我們讀神學時 都有一個很經典的問題 都會問到 為何耶穌要在若彈河 接受洗者若行的洗禮 因為耶穌是沒有罪的 沒有罪的 我以前跟白神父 第一句問 耶穌是否假裝作 他裝作給我們看 但也有很多解釋 可能跟黃寶六兒寫了 不是他自己犯這個罪 但因為耶穌有真的人性 人性的黑暗面 他感同身受 所以他去到若彈河受死 都是求寬恕 對人性的黑暗感同身受 對這些人的迫害 所以大家一會都可以討論一下 我們講慈悲 講仁慈 我都相信 求寬恕 慈悲不只是我們去寬恕人 慈悲不是說 我在高位 我有錢 我慈悲你 我憐憫你 這只是一個外在的行動 但是 慈悲不只是去寬恕 亦都去求寬恕 大家可以默訊一下 寬恕人容易 還是求人寬恕容易 大家在生活中 又如何處理這個 和猶太人的關係 這裏都可以去講 因為慈悲不只是 對於大屠殺犧牲的猶太人 就表示敬異 他亦是第一個教宗 我們去年朝聖也去到 1979年 他是第一個教宗 因為當時做了教宗 一年之後 當時我也提到 他回波蘭 當時共產的政權 當時的政權還未下台 很阻止他回波蘭 他便去到奧斯辛威集中營裏去看 我們那次不知道是否幸運 便入不到博物館 入不到博物館 走完的營 其實人都已經很討論了 他們說 入完博物館 如果入得到的話 看見那些頭髮 看見那些鞋 他說生命的意義 都很值得去反省 因為可能是教宗他的出身 他是少數在猶太文化之下成長的一個教宗 2003年他訪問耶路撒冷的時候 一句都不容易說 猶太人是我們的慶長 我們有時都是 我們都看不到猶太人 可能是日後 在墨士龍上說 日後去到天堂 猶太人始終都是天主 簡選民族 所以他在2000年 教宗去到耶路撒冷的哭場 跟猶太文化 在哭場那裏 哭自己國家的殘破 或者哭自己國家的罪惡 不知道大家 現在也好 在神房 除了為自己犯的罪祈禱之外 為自己犯罪的痛悔之外 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將仁慈的慈悲 剔除在我們的字典裏 還有沒有人推翻姑解 好 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將慈悲 剔除在我們的字典裏 我們太自我了 我們有否真的 我們旁邊的人的傷痛 我們旁邊的人的悲哀 我們會否感覺到 是我們的悲哀呢 譬如香港發生這麼多事 我們除了平頭品足之外 我們會否感覺到 這些都是我們的 這些只不過是他們 他們做的錯 我們會否感覺到 其實我們亦是分享同一個人性 他的事會否都是我的事 我們只是這樣想 他犯了錯 或者不與我無關 所以教宗聖約萬寶路二世 在猶太人的關係 我們都相信他是一個很大的反省 馬上提到很多國家 都嘗試修補 和東方教會的關係 在1999年 他受羅馬尼亞的東正教 宗主教的邀請 到羅馬尼亞 之後他們都匯訪 和馬 正馬提到 正馬提到 他在同東方教會 當時因為回教的人 佔領了聖地 於是 那時有十字軍東征 亦產生了很多 可能是為重新看守 或者要保護朝聖者 去耶路撒冷 但是亦產生了很多 大家的戰爭 當然有些史學家 反過來 可能因為有十字軍東征 使得東西的文化交流更多 但若望保禄二世的回應 就是過去和現在 天主教會的子女 在行動和過失上 對東方教會所犯下的罪 他們亦祈求天主的寬恕 其實他生平很多 大家借馬看 大家都可以去反省一下 教宗 我們為何稱為慈悲的教宗 不只是一個講 在他做的生平裏 我們都選了一些 上網可以找到他更多的 其他的生平 他如何祈求慈悲 如何去寬恕 如何祈求其他人 對教會的寬恕 他如何散發他的慈悲 他如何臨在 牧養一些窮苦 對世界不公 那些受苦者 整個的生平 一直到2005年 4月1日 他的病況 其實在2005年之前 他都好像半拍金順 大家如果可以記得 他仍然很願意接見 一些貧府邊緣的人士 4月2日 他領受了病人富有的聲勢 接著在他離樓最後的時候 很多青年人到他那裏 他給青年人的遺言 我曾到你們那裏去 現在你們到我這裏來 我謝謝你 他在我們的記錄裏 最後都是阿萬 一切都是完成的 一切都是我們相信 他都是交託 接著在4月2日 享年84歲 接著在4月8日 他的遺體下葬在聖華多禄的大殿裏 他在2011年5月 救主慈悲主日 由教宗 本督十六世 宣服 做真福品 2014年4月27日 也是救主慈悲主日 由教宗方濟國 封聖 跟若望二十三世 那天封聖 所以稱為聖教宗 若望保祿二世 我自己的反省也是 我們一看教宗 若望保祿二世的慈悲 我們都可以重新溫習一下 在這三個方面 他的言 他是一個慈悲的導師 他的靠道 他的行 大家看到很多 他的行跡 他的生活 他的慈悲的冒犯 和他經常的祈禱 他的慈悲的信靠 對天主的信靠 可以從這幾方面 我們去看 我們經過他的生平 回到頭 我們看看他的言行 他是一個教導慈悲 鄭馬提到 他做了教宗 第一個是人類救主通語 1979年他寫 很奇怪 已經在1980年 寫了第二個通語 大家可以上網找到 這個叫做 《富於仁慈的天主》 所以教宗方濟覺 在講到慈悲的時候 很多時都跟聖教宗 若望保祿二世的 可以叫做思路 我們都相信 從中逃傳下來 我們都是跟隨他的教導 繼續去 我們上一次都說了 他特別為了慈悲主耶穌 聖父天拿 他在二千年四月三十日 將聖父天拿 他特別不是因為聖父天拿 是波蘭人 而是因為聖父天拿 在慈悲主耶穌 這個世代很需要慈悲 所以我們上一次 還是上兩次 佐生 佐生 和大家分享了聖父天拿的慈悲 教宗在他列入聖品 宣聖的講度裏面 我們接受復活的第二主日 這也不容易 因為復活的第二主日 是八日慶期 可能我們叫做四下八依主日 他說我們要將主日 稱為救主慈悲主日 然後聖禮部在二千年五月 因為教宗在封聖後 正式定復活期的第二主日 即復活節的八日 做救主慈悲主人 或及復活的第二主日 然後八月兩年後 他甚至說到 為了救主慈悲主日 他攀傳大社給教友 為何要攀傳大社 就是希望我們教友 能夠更加欣賞到 更加積極地參與到 救主慈悲 因為這是一個極豐裕的 得到聖神的安慰的恩寵 他也提到 要培養 不單是禮儀 他希望培養出 對天主和近人的愛 並且在我們得到天主寬恕之後 亦能夠有力量 去即時寬恕我們身邊的兄弟姊妹 所以這是主要的 其實他有很多的通語 例如《和平日》 《世界和平日》 他在教宗寫了很多的通語 很多不同的通語 都提到和平 提到歡恕 提到慈悲 提到憐憫 比較特別的 就是《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語》 因為這是主要的慈悲通語 所以我也若不介紹一下 大家可以上網找 這是1980年11月最後一日 聖安德勒的一個尖例 他出了《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語》 整個通語有八個大的主題 有十五節 也不是很大的 大家都鼓勵大家 第一 看熟我們慈悲面容的詔書 第二 看《聖約望保禄二世》 他很快在七八年做了教宗 兩年後真的很意外地 我們打算寫一些神學通語 寫一些教理 因為他通過了天主教教理 誠書也是他 所以他參與凡義很多文獻 但他突然的思想 不知道是否突然 他立即寫了《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語》 這八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 《誰看見我便看見父》 這是《若望福音》 正說提到的 耶穌基督所啟示給我們的天父 這個天父就是 《富於仁慈的天主》 正說 《教宗》 《方濟國》也跟著這個主題 特別是 天主的屬性就是仁慈 沒有了仁慈的不是天主 沒有了愛的不是天主 那是個本質 他本來就是 第二個大主題就是 《救世的信息》 基督用行動 不單止用言語 來為仁慈作大聲的疾夫 因為仁慈就是 福音思想的基本成份 我們大家都很熟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所以他也提到 天主的仁慈 通過耶穌基督的行動 給我們 然後他也有很多神學的反省 第三個大主題就是 《救藥聖經》裏面的人慈 他說仁慈是代表一種特殊的力量 這種力量能夠戰勝選民的罪和不忠 我們大家都看到 天主為何選擇舊藥的以色列民 如果我們看《新論記》 都寫得很特別 因為以色列民是一個善變的民族 又不是因為以色列民特別強大 因為以色列民是弱小的善變 其實都很反映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自己都是很弱小的善變 但天主偏偏照叫他們 使他們形式 這是唯一的天主 他是以色列民的天主 是我們的天主 他說他的力量能夠戰勝選民 但我們都好像舊藥的子民 我們事事順遂的時候 我們就把天主擱置一邊 事事順遂就會拜金牛 到我們一不妥的時候 我們又會大聲疾呼 天主你在哪裏 為何你這麽殘忍不理我 你將我們怎樣搞 所以他們在巴秉倫河畔的時候 被巴秉倫人逼他們 還要唱歌去款待 去應酬那些巴秉倫人的時候 他們又說天主你去了哪裏 但何時他們一有困難的時候 他們呼求天主 天主又會回頭看回他們 所以教宗也特別提到 天主在舊藥的時候 原來啟示給我們的天主 祂能夠戰勝我們的罪和不忠 這是第三個在賦於仁慈 天主的主題裏 第四個主題是非常困難的 說到耶穌基督 通過耶穌基督帶給我們 我也邀請大家 如果有時間 特別多看賦於仁慈的天主的通語 教宗聖約望保祿二世 說這類比浪子的比喻 他說父親是忠於父職 忠於其他自己對兒子的愛 就算這個兒子背叛他 以為自己應得分了他的家產 但他始終對這個兒子 是不靈不起的 他也有提到的 因為遲點我們也會提到 我們也在講公義 其實在《慈悲詔書》裡 也有一段講公義和慈悲的關係 我都不認識 大家都可以分享多些 或者可以默想多些 他說公義在《慈悲詔書》裡 公義只是慈悲的起點 不是公義 我們很多時現代人覺得公義是正確的 公義是正確的 正確的事情 無論如何都要爭取 但是聖約望保祿二世 最早提出 他說父親忠於他的愛 最特別是對人性尊嚴的保存 他說他的兒子 其實都有公義的計算 他說他回到父親時 他也想想 我都不配 可能我要回去做他的容工 和他打工 賺點錢 我們人計的公義都會這樣 但是他的父親 是恢復他 不是恢復他 是恢復他做兒子的地位 給他一個戒指 給他最好的東西 當然之後 我們會很計價 就說 這樣好像不太公道 是否應該繼續做容工呢 就是這樣 教宗 我也不太懂得解釋這一段 給大家聽 他就是 原來那個人質 最重要的是恢復他兒子的尊嚴 他說 他兒子做錯事 他是破壞了他們的關係 但是他的小兒子 現在不單止是回來 他回來後 他是很清楚他失去的尊嚴 而父親就是特別重視和恢復 他說 仁慈的行為是基於人是善的經驗 所以公義與慈悲的關係 都很值得我們多些去默想 公義和愛的滿存 愛比死亡更有力量 比罪更有力量 如果大家看過《公教部》 前一陣子也有討論過這個題目 都是一個很有趣的討論 公義與愛 就好像人家打爛了我們 在陶瓷埔裏 有人進來打爛了你的陶瓷 你說要公義 他打爛你一個 你就打爛他一個 真正的公義 天主不想我們繼續 以眼還眼 不是人家打爛了我的陶瓷 我打爛他一個就叫公道 天主是希望我們 一個陶瓷也不打爛 但大家說 那是否真的很公道 大家想想 人的公道是哪一種 天主的公義是哪一種 我都不完全默想得下這個題目 但也很值得看回 《富於仁慈的天主》 《陽王保禄而世》所說的題目 大家也可以看《公義與仁慈》 在我們的詔書上 第十幾段都有講到公義和仁慈的概念 大家可以繼續努力這個題目 他提到天主的仁慈是世世代代賜予敬為他的人 單有公義是否足夠呢 回到這個問題 一句都很好 你可以看到聖仰望保禄而世 我經常念聖母贊助曲 他的仁慈世世代代賜予敬為他的人 聖仰望保禄而世說世世代代 包括我們現在的世代 只要我們不要將仁慈剔出在我們身上 我們不要繼續有那麼多物質 經濟的主義 物質的主義 科技的主義 自我為忠心 我們如果不將這些事 不要被罪惡蒙蔽我們 天主的仁慈是可以世世代代賜予他 去敬畏他的人 教會在聖神的引導之下建立 既然天父的本質是慈悲 所以教會的使命 教會本身的本質都要仁慈 教會要明認天主的人詞 亦講求宣講和實踐天主的人詞 所以鄭華都提到 我們要呼求天主的人詞 不只是我們去做 不只是做些事證明我是人詞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題目 這段我也是讀出來的 字是小一點的 他說我們不難察覺 現在的世界裏正義感已經大為覺醒 當然正義感也很重要 我們針對不公道不公道的存在 無論是人和人 社會的團體和團體 階級和階級 民族和民族之間 他說我們很多時都用公義的尺度去衡量 好像這個公義 都在我們的世界很重要 當然我們教會希望 我們合乎公義的生活 亦說有一個很深沉很熱潔的希望 希望公義能夠彰顯 他說基於這裏 我們都按照公義的精神 來屠辱我們每一個人的良心 都是合乎公道的精神 但是他說我們不難看到 很多時我們雖然以公義為出發點 很多計劃我們開頭是用公義來做出發點 但是結果我們將公義歪曲了 雖然我們在呼籲這個公義 但是可能我們在用力量 我們在用力量為達到公義 我們反而會想消滅敵人 限制敵人的自由 制敵人在附庸的地位 他說很多時我們所行的 所做的是相反的力量 我們用了輕渺 用了真行 結果我們為公義 但結果我們散播的反而是輕渺 是真行 是互相毀滅 我們公義的觀念 很多時在實際上曲解了 結果我們始終是用人的眼光 我們用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於是我們用人的眼光 使得公義更加曲解 這是其中一些在通語中的看法 所以他特別提到 單有公義是否足夠 事實、真實和真理 有時也有些區別 我們大家都經驗到 例如前一段時間 我們也有的 例如有些學童跳樓 跳樓有很多報章 它都是真實的報道 人們跳樓就很真實 跳到地上很大攤血 都是真實 你問一些記者 我報道真實 但需不需要用這個手法去報道呢 後來大家都說 不要勸掩這件事 很多學童有樣學樣 現在跳到第二十幾個了 它是真實 但真實是否需要真理 是否需要用這樣的方法去報道呢 單講我們真實 單講公義 很多時候導致公義本身遭到否定 和遭到毀滅 所以他也提到 極端享受自己的權利 有時也是極端侵害其他人的權利 以我理解 所以我也未默上不救這個題目 教宗剛才講浪子的比喻 他經常都提 我們不只是用人 我們的角度去看公義 我們真的需要聖神的那個默感 我們真的需要看人的尊嚴 人之所以為人 看到人是天主的肖像 從這個地方 我們去講公義或人詞 我們能夠有更多的足動 這裏也提到 單有公義 很多時會轉變成為人性的貶憑 這裏也提到 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看 接下來的幾章 我不講太細的字 即是教會實踐這個人詞 剛才講他的宣講 其實他真的寫了很多文章 寫了很多的廣道 講了很多的通語 他的言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真理或是慈悲的導師 跟著 即是說都寵溫 他在他的行為 他不單是說 他真的有很多行動 在生活中 他真的在生活中 這句話是慈悲 我會用這本書 說他是慈悲的典範 無法 也提到 他被阿賈槍擊他 1992年向加利略平反 因為當時的日心論 發展 因為當時的科學家 說太陽不是繞著地球轉 而是地球繞著太陽轉 當時也有在教會裏 不過當然大家要去看 很多歷史去看 1633年的時候 教廷禁止加利略 我讀神學時 有時很多教授都這樣說 他說科學研究了 地球繞著太陽轉 但我們人的思想 就調轉 現在世界繞著我們轉 我們每一個人 現在新一代的 現在越來越少 很多父母 一個嬌兩個妙 下一代 都集中著一個小朋友 萬千寵愛 人人都是圍著一個小朋友轉 令到我們的小朋友 都不知道怎樣管教 我們人都是 我們知道自己繞著太陽轉 但很多時候 我們這些自我中心 都希望世界繞著我們轉 我們經常都想自己 做世界唯一的標準 所以這也是很有趣的 我們可以去反省 剛才提到 98年的時候 教宗正如也提到 向猶太人的道歉 求寬恕 教會為過去的罪 對猶太人 對外教的人 對少數民族 婦女 都請求寬恕 與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平 雖然到現在 聖地經常都有戰爭 教宗正在他的生活中 正如我都提到 他是第一個入清真寺的教宗 甚至2001年 他向教士性侵犯的受害者自協 他自協 有時真的不容易 有時現在 我們做政府的官員都很怕自協 因為一自協 會不會跟著有律師順利 跟著有甚麼賠償 跟著有很多的 但那些都可能是外在的事 有否敢於膽量去自協 這也不容易 我們香港最近 大家看新聞 我們的特首先生 和他的女兒 在機場的事件 和黎明的事件 大家都有很多我們自己的評論 可能我們發覺 黎明出來說一句 人們說他可能更得體 究竟自協 是否能解決這件事 還是我們不願意自協 我們怎麼處理 這些是外在的 還是我們內在的呢 2002年也有 美國教託全教士性侵犯事件 醜聞 他甚至傳召了美國的書機 他有譴責過美國人入清伊拉克的活動 教宗的祈禱 其實他是經常的 傳屬於聖母 傳屬於你 所以他每次都祈求 我們一起讀這個 全世界的任務 今年的世界 我內視如此迷失 並且有邪惡的力量 自私以靠本據所處看 我無死而復生的基主 給我悶悶 這大來要寬恕 調和 並歸任何從來起看 那些翻譯 有時未必是跟我們教會的翻譯 但不要緊 大家都看到 他時時都是祈求 這個 不僅祈祈禱寬恕 祈禱和平 祈求我們的靈魂 通過我們 尤其是今年的慈悲希臉 亦希望大家不要 因為今年的慈悲希臉 今年的大家做多些慈悲的事 明年是甚麼主題 我們不要把它變成一個活動 很多在教區都這樣說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是甚麼年 我都忘記了 甚麼獻生生活年 甚麼教友年 在活動過後 我們又忘記了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 雖然我們今年特別是 我們都是慈悲活動 我們都是用活動 我們都搞很多這些活動 希望喚醒我們 不是一些活動 喚醒我們真的要有慈悲 慈悲是我們的本質 慈悲是我們每一個人 應該 如果我們沒有慈悲 真是好像主教 在這一本書裡也說 雖然夏主教說得很輕鬆 他說 真的 如果我們沒有慈悲 好像說到我們都沒有人性 說到我們沒有活出 我們基本的質素 慈悲和人性 變成了同義慈 所以 真的 在詔書裡也說 我們都要珍惜 慈悲真是我們每一個人 心底的基本頂律 我們真的要誠摯地看待生命中 遇到每一位的兄弟姊妹 我們要有這樣的情懷 不是工作 當然工作是好的 我們的活動是好的 我們都是呼籲大家 多參加我們的活動 但是 不只是參加這個活動 希望我們真的培養這種慈悲的情懷 夏主教甚至說到 是慈悲的情操 當然我們能夠做 當然最好 但是它說到 我們真的要見到別人 挨餓、抵懶、衣物閉體、流離、失所 雖然我們說 刑哀經我們要做 但不只是為了去做 我們經常都說笑 我自己看回我們 這幾天叫做執事日 他們說 我們執事應該去服務 我昨天去了 今天去到廣告 不能去 明天我又會去 其實我發覺 不是我去服務那些人 那些人做了很多事 為了我們執事去參觀 有時候我發覺自己的心 都有些慚愧 我們執事真的要去服務 但是我們搞到別人 整個醫院都好像被我們搞到家床屋蔽 每個人都說 今天執事來 我們應該去服務他們 我們做一些樣板 他們就選一些示範單位 你們探望這幾張病床 我去到昨天我自己去到 我自己也有些反省 我們是否去做一些事 讓別人看到我們好事 當然我們又想點面書 我們可能公假簿又賣 好像叫喚起大家 但不要把它變成一個宣傳計劃 宣傳的單章 什麼示範的單位 我聽過有些聖華利安牧院 有些老闆家說 不是你們來服務我們 是我們來應酬你們 他們說多辛苦 這團走完去 然後第二團又來 叫我們在這裏又聽 當然我不是想貶低大家 愛得的工作 是很好的 大家在做很多愛得的工作 但是真的 我們下主教 都跟回教宗方志國 這真是我們培養有慈悲的情操 它是我們人性的 當然我們這個年代 真的很少講德行 我們真的不太講德行 德行就是 我跟吳智芬神父學的時候 你行善變成你一個習慣 你慈悲的那種心是一個習慣 未必真的做很多事情 你見到 與哭入的人一起哭入 如果有些事情能夠打動你的心 你覺得你的良心 你的情操 令你有慈悲的心 有時你未必是做很多事情 但你有這樣的感受 當你有這樣的感受 你真是有之內形於愛 你就很自然 好像《教宗有望》 《聖有望》 《寶路以西》 它會散發這種慈悲 你叫做作 我覺得很難做作到這麼多次 接見完這個接見那個 如果你當作工作 工作便 工作便 朝九晚五 夠時間便收工 但如果你有這種悲天猛人的感覺 它是一種使命 你會做的 它沒有上班時間 沒有下班時間 你覺得它是你的一部分 即使我們自己做的工作 即使我們做的工作 即使我們當作是一份工作 便不是你的使命 所以基督徒 教宗提到我們 慈悲也是我們一份使命 在我們身裏要有 我們祈求這種恩寵 變成我們不僅僅做外在的事 當然外在的事都是一種標記 但也希望我們多些默想 所以教宗在《慈悲詔書》 《慈悲詔書》第25章裏 雖然我們現在也好 我們也教很多這些講座 教了朝聖 他說 首要的任務 是默觀基督的面慾 從而將天主慈悲的偉大物織 介紹給每一個人 於是我們教會每一個人 就是在做慈悲可見的見證 雖然我們也有很多 我們有慈悲巴士 大家見過沒有 你們真幸運 我下次要用心思 站在街邊等一輛 我們現在很容易 等一輛來 最重要是找個Apps 拍攝了 放上網 我又見到了 也好 但希望大家不只是等一輛巴士 主駕也提 如果你還多走一步 如果你見到一輛巴士 你多找一個路人 告訴你 這輛是慈悲巴士 看到 拍下來就很多 我們真的有沒有跟人分享 慈悲的訊息 這也是我們要的 所以聖約望保禄二世 是真的 時常 懇求慈悲 在他很多的通譽 到尾 都有一段 對慈悲的討論 教會名認宣講 這個慈悲 最尾 努力實行人愛 最尾提到 教會是呼求這個慈悲 讀到這句 我突然想起 有聖母經的歌 我念慣舊 尿亦回目 念史 我中 及此損流其後 與我等中以胎 是嗎 真的是 真的 我們都是向天主呼求這個慈悲 在此塵世 向你嘆息哭求 我們真的要哭求 不只是哭求別人有 是自己也有 所以 當我們看到人性的真正尊嚴 人性的聖善 人是天主的肖像 所以慈悲並不會 如果我的默想感受 教宗 就不是說 我有慈悲 我給你一些慈悲 他都有慈悲 我都有慈悲 每個人都有這個人性的尊嚴 從一個平等的地方 我們才真的生活到這個慈悲 並不是他得罪我 我原諒他 就好像我比他厲害 那不是真正的慈悲 但你問我是否完全明白了 我都是繼續在默想中 繼續在努力中 是真的 但我們不要將 我有錢我便給錢你 我是有的 你是沒有的 有時我們看這些刑哀經 很容易我們會跌落這個陷阱 我們要關顧窮的 我們經常以為我很幼 我們就關顧窮 其實可能反過來 很多時我是窮的人 通過很多的服務 我們有時好像那次 剛剛說的 我們在講另一個刺激的經驗 我有一次去跟梁慎復 我是霸 2002年去蒙古 跟塞外傳教士 我們十月又搞了 希望大家都去 不要聽完我這樣說 不做 我們就拿了很多東西上去 拿了很多很多東西上去 因為那裡真的很缺乏物資 我們看到真的很慘 因為去到 我和太太也是 他們最後有個表演 那天很大風 你看到他們真的穿短頭衣 他們不是身體壯 他們當然身體壯 但他們為甚麼穿短頭衣 因為他們真的很窮 沒有衣服 沒有甚麼衣服 拿著紙皮盒 擋風 我們真的非常好 有羽絨 有甚麼勇 甚麼都有 結果我們真的忍不住 便脫掉了 脫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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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尾那天 去到烏蘭巴托 真的沒有甚麼衣服 不過你們這次不會 你們去浩華團 梁臣庫就說 你們多幫忙拿些雪糕上去 拿些甚麼物資上去 我那次一到步 我的經驗 當然我們有很多物資 拿了上去 我的經驗是怎樣 我有時覺得很慚愧 好像我用一些物資去吸引 不是吸引 我覺得我們拿了很多物資 是在腐化他們 我覺得我們在腐化他們 為甚麼 我去到時 我發現我不是有 去施捨給他們 他們那些青年人來到 多熱情 對人很沒有戒心 你看我們在香港 如果我們去到一些地方 我們有很多戒心 處處遺形 但他們多友善 一過來 不太認識你 就走過來 大家很熱情 那種友善 我們就因為太多物資 我們就沒有了這種友善 所以我覺得 我們給他們很多物資 很容易叫腐化 他們喜歡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有東西給他們 如果變成這樣 就很糟糕 當然 如果看到 因為關心而大家去做 那就是很重要 所以恩神父常常說 多謝你們送禮物給我 最重要的是送禮物 那個人的那種心 我們就不是這樣一看電影的禮物 一卡戒指 不是十卡的 我們給一些物質 來衡量別人對我們那種關心 他對我都不太關心 因為那個物質 所以送一張卡 可能我們也是這麼開心 送十卡的戒指 可能也是這麼開心 但問題是我們的內心 有沒有這種感受 我覺得我們拿了很多物資 我們好像在腐化他們 其實他們真的 很沒機心地走過來 大家抱著 大家可以聊天 大家很熱情 所以真的 我們可能擁有越多的東西 結果他們就被外面的物質 擁有了我們 所以慈悲 如果我暫時的理解 聖有望不老而世 他真的在說 去寬恕和被寬恕 並不是因為我多 我有能力 我寬恕你 他真的看到 相互的那種關係 相互的那種尊重 人性那種 唯一 我們面對最困難的 都是回到我們信仰港最基本的 甚麼使得我們沒有了慈悲 就是人的那個罪 所以真的令我們沒有慈悲 就是人的那種 我們離開天主的關係 所以我鼓勵大家 多點去看看這個 好了 好了 我們靜默一下 希望不太悶 大家都可以做少少的 默想和反省 寬恕 我們在說寬恕 我們用聖教中 若望保禄而世 和槍守瓦架 這個很有趣 我都要說 其實今天很多幻燈片 都是上網 有些都是借人 抄人 所以你看到 有時卡下照片 突然有個連結 這個很奇怪 我在下面看到 www.edb.government 我不知道網址是否教育 教育教育 德育的教導 我久不久上到 這個EDB的網 都發覺有些很棒的反思 不知道是否現在的德育教育 他就用了這個 《若望保禄而世》的故事 我說 很好啊 所以我也引用他 他就說到 正說我們也重複了這個故事幾次 故事的開始 大家可以靜默聽聽 1981年5月13日 聖教中《若望保禄而世》 他在《若望廣場》公開 應該是星期三的一個接見 在廣場上 他乘著這個咳譜車 在廣場 就好像現在 我們大家去到的《若望》 都是很著弱的 群眾中有槍首 土耳其籍的瓦架 近距離地向教宗發射 教宗腹部三處嚴重受傷 經送院搶救 生命無礙 槍首壓架 當時即場被捕 沈迅就終身監禁 在意大利服刑 他當時23歲 他兩年前都在土耳其打劫銀行 謀殺記者入獄 服刑不夠半年 他就越獄 接著被人指示 還是他 仍然是一個謎 教宗病情慢慢好轉 他就這樣表示 我要寬恕青年的槍首 教宗說 我們若不彼此寬恕 誰能夠站在天主台前 聖誕節 八三年的聖誕節 兩天之後 他親身去到監獄 探望這個曾經射擊他的 和他擁抱 交談了二十分鐘 會面之後 教宗說 我們所說的是我和他共守的秘密 我已經寬恕了他 將他當為我自己的弟兄 我完全相信他 教宗及後 在書中亦表示 人人都說阿賈是一個職業殺手 行刺我 卻不是他做主導 是有人 不知道他有沒有供出 誰叫他去做 這到現在也是一個謎 阿賈在意大利入獄十九年 去到二千年 他引渡土耳其繼續服刑 當時很多人都反對 他可以回到土耳其 但好像教宗都沒有反對 可能都支持他回到土耳其 他好像回到土耳其 他又再越獄又再犯了 這也是一個很困難的 你說我們寬恕了 他又再犯了 2005年4月 他聽到聖教宗病危 他非常傷心 他甚至為教宗祈禱 這樣的結局 阿賈在2006年 假釋出獄 因為莫保禄二世 不但原諒了 他亦為自己奇蹟地生活 繼續能夠存活 當時發一年 如果他當時真的中槍 不是聖母 奇蹟的干預 可能我們都沒有一個 這麼長的教宗 他為表示他感激的情懷 他把軟實的子彈放在 發地霸聖母的後觀中間的位置 我剛才看的書 奇蹟地 因為那個螺絲位 或者那個洞的位置 剛剛就是那個子彈 那個直極 剛剛可以雙正在那個位置 下次朝聖 找沙文幫忙 拍張好些的照片 我們不用找些二手的照片 花地馬聖母 一百周年的紀念 我們靜一點 默想一下這幾個主題 給大家兩分鐘 謝謝大家 再見